这昨天还闹脾气的安医生 这会儿就被哄好了 小白同学也只是发了几条信息而已 安医生其实很开心 他知道小白和他的心意一样 他就已经不气了 这不他打算从学姐下手 毕竟他不想让自家小孩受委屈 如果学姐这关过了 那小孩一定很开心 毕竟学姐可是小白最在乎的人 只是学姐的反应和安医生预计的一样 何东施吼在所难免 估计见面被打一顿也是必然的了 于是安医生干脆也不装了 在学姐面前疯狂蹦打 就想把战火都引到自己身上 请你让我跟白狼交往吧 也是白狼比严 什么 你刚说什么 干什么在一起 白狼 你弟 我的患者 这局啊 没有事说做不到你是不是 春圈的我这里看呀 你连人都看 还跟我呛瞎 是不是要做了两拳 不是在想一下 我知道 你是白狼心目中最重要的人 所以想说要征求你的同意 这样他就可以 放心的追求我 哈哈哈哈 你如果是他要他追你会有听错吗 你刚才想要打上红色的木铁剑 算了你便便算了 那很好啊 可以选颜色吗 好笑吗 谢玄 你跟我第四个阶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请你看一下看成这样 说两话才 那你长话等说 我现在就听你好好说 我问你说什么 说再多 我一定不会答应 我绝对不会答应 我怎么样都不会答应 小白这边还不知道安医生的态度 以为对方还在生气 于是趁着安医生不在医院 深入敌营刺探军情 于是知道了对方的喜好和禁忌 小白同学这才后知后觉的感到危险 原来他一直都在安医生忍耐底线上疯狂蹦打 这会后悔是不是太晚了 但是小白可没打算放弃 他要抓住安医生的胃 这样才能抓住他的心 于是从这天开始 安医生每天都会收到小白的爱心便当 其中还会附带温馨小纸条 安医生虽然表面云淡风轻 但心里早就乐开了话 同事们早都倒戈去了小白的阵营 纷纷拍照汇报战况 所以安医生的任何微表情 都逃不过角落里的尽头 小白掌握着节奏 继续他的追夫大业 只是每次送回来的字条都有点泄气 终于经不住打击的小白 放弃了这么迂回的战术 决定直面命运 安医生倒是刮目相看了 没想到小家伙这么快就找上门了 小白可管不了这么多 赶紧表明心意 结果安医生还拽上了 我想到了 不愿意 真的 我是真的 你担心你不理我 你够狠就不怕我跑掉 你跑掉 小白很生气 刚要转身 就被一把拽住 小白虽然明白 自己想要什么 但是还是害怕失去 安医生明白她的顾虑 她想和小白一起面对 直到这一刻 躲在蜗牛壳里的灵魂 终于摆脱智骨 想奋勇尝试 面对危险的挑战 因为她知道 有人愿意和她一起面对 无论未来结果如何 她都愿意尝试 迈出这一步 就算把死去我也想要 银河脉搏为你醉 我喜欢你 早已尽慕荒 最棒 我的牙齿是不是真的 很真气啊 装起来再给你 还有呢 我赶快从这个椅子上下来 你看我以后 没敢面对这个椅子 俩人刚回家准备煮吃的 然而更猛烈的风暴 即将席卷两人 谢谢 你不是应该在花脸吗 你们小少在一起的 你不听吧 我的藏水 都是咱们 是咱们 你 我可以